这一首蜜蜡熊的部分的话 全部都是上下通控 好那这一首蜜蜡熊就是 给一些在批发的姐姐 直接用批价做 就我就没有单独 没有单独 拍照啦 没有单独拍照 好那因为这一首蜜蜡熊的客价 一克是95块台币 那我刚称了一下 可能就是10克起卖 好那这一首蜜蜡熊的部分的话 就是 等级上面来讲呢 这边都属一个特价等级的 那我到时候就是随机出货 我顶多就是为了凑重量 凑重量出货 所以大小部分都会 都会有 大小部分都会有 那你要 像这样子 看一下 就受批发的 我们也是随手来的 可以看一下 10克大概有几只好了 10克 10克的话 10克有 很多只耶 我这种随机出货 大概都这样 我就是随手抓 然后我就是为了 秤到那个差不多的重量 就是凑重量 这样凑10克 这样 10克出 10克这边 挺多的 这边 而且这个又大 这个也是蛮大的 这个这样大 这个大小的部分其实你平常做 10米的手串啊 也很够用了 这个 你做10米8米的 就是大概7到8的嘛 上下孔的部分 这也可以做那个Apple Watch啊 Apple Watch表带嘛 的装饰 上下孔的部分 你可以把它就绑在Apple Watch表带的孔里面 可以当Apple Watch表带的装饰 也是很可爱 这个大小的部分 女士都蛮合用的 都有 那我这一手的部分的话 我就是先用 称重的方式出 那如果说 要单买的部分的话 可能就要等 之后 比较有时间的再 慢慢拍照 这是上下孔的部分 这一手 这手的话就是都还没有上下过的 全部都是上下孔的 可以让你们看一下这个等级 我开个灯好吗 有点暗了 你看这个蜡的部分是蛮 这蜡的部分就比较厚实 但是耳朵部分就会有个瑕疵 所以你们可能要记得 这种客架的部分的话 你大的蜡浓的 会放在这个客架里面 就一定它可能会有黑点或者是沙孔 不是沙孔 虫洞 这些的原因 这都天然的 但它在属于同一个客架 这有些也都蛮大的 有些是小熊 这一手的部分其实都蛮好的 就算有一些小瑕疵的话 也是瑕不掩瑜 还好 就是可能有花粉啊 或者是一些包裹体的部分 也都不会很大一片 好 那这是焦糖色的 焦糖色 那这种焦糖色的话 它的体的部分的话 就是挺干净的 这爆奶瓶的 这一手的话也是特价的 这一手的话也是特价的 这一手出完的话 也没有这个特价的了 我也没有办法像这样子卖 正常如果我这样单独 一个一个一个 或者是两三只这样拍照的话 光是拍照时间就要花个两三个小时 我请公路生 请那个小帮手的薪水 一个小时 一百八 一百八十几 一百八 我不能说一百八 因为现在最低工资 一百八十几 一百九十五 一百九十五 反正 其实小帮手的时薪要算进去嘛 三个小时就要多少钱 对啊 这也是有道理的 我总不能全部都上完之后 结果我没钱赚吧 好 好 这样子